那最後我們終於到了今天這個主題的最後一個時段 如果之前所說的 本來在議程表上面寫的表定是說用英文做Present 可是呢我們現在講者經過種種考量之後 他想要用華語來做Present 那我們邀請到的這個講者是非常特別 而且不止一位 他們來自最近情勢相當險峻的香港 那他們是Call for Hong Kong的創立團隊 那其中一位主要負責技術 另外一位則負責規劃 今天他們要跟我們分享的也是相當特別的內容 除了介紹Call for Hong Kong的來龍去脈之外呢 他們會介紹如何輸入G0V的開源軟體的開發過程 同時他們後續又把這樣的軟體變成了一個東西 比如說像是HackFolder Mobile版 那讓我們歡迎Tim and Cam 大家好 我是香港來的Tim 這位是香港來的Ken 那今天很高興 我們代表Call for Hong Kong來跟大家介紹 然後首先第一個就是語言的問題 因為我們考慮到大家應該都是比較多是本地人 所以我們就嘗試用我們比較爛的普通話來跟大家介紹 可能比較貼心 對 所以我們先介紹一下 然後我是Tim 我自己是比較負責就是溝通規劃方面的 Ken就是我們裡面有重要的技術團隊 然後他就剛剛畢業 他已經到了越南 然後現在我過了台灣工作 然後我自己本身就剛剛完成了AdWords的Demo Day 所以如果有startup的問題也可以交流一下 OK 那其實Call for Hong Kong跟G0V的宗旨是很像的 我們都是叫做一個開放政府 一個Civic Hacking還有Open Source 這是我們最大的目標 然後其實在香港跟台灣 我相信我們兩個就是比較代表性的一個開源的Civic Hacking的一個社群吧 但是其實對我們來講就是臨時政府是一個我們很好的學習還有交流的對象 因為我們今年已經做了很多做很多不同的活動 還有很多很厲害的破解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看一個很簡單的比較 讓大家感覺一下兩邊的情況 那首先就是在香港方面 其實我們開源的社群還沒有那麼成熟 那個窗戟會比較小一點 那這個下面就是我們的分析數目了 所以我們覺得臨時政府很厲害 然後第二就是成立的聯赤了 我們其實是在上一年剛剛成立的 所以一開始只有五個人 五個人是開始想做一些事情 然後可能我覺得我們的發展還是需要感謝香港政府 還有這個Umbeta Movement 對 我們突然之間有五個人 然後變成有很多其他的開發節都駕馭我們了 對 然後我們現在的project 就我們做了十一個的project出來 然後還有大概三個左右我們再找不同的開發節一次來參加 然後我們很希望可以在明年或者後年 可能很困難 因為已經一百十四了 反正我們努力做得更好一點 對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今天就做了五個工作方 其中也有一些其實是臨時政府的同事的朋友 也有過來跟我們分享一些data visualization的 那所以今天我們會跟大家講的除了比較之外 我們很希望用雨上運動還有太陽跨學運 大家可能用了一些不同的科技 或者一些比較有趣的事情做一個比較 然後當中有一些是我們Cover Hong Kong自己來做的 也有一些是其他的開發員他們自己來做 但我們覺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們就可以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demo 最後還有一個小計畫跟大家講 首先就是所以說我們有什麼相同還有不同的地方 第一就是你們很厲害啊 之前那個活動有一個 因為在每一個活動社會運動裡面 那個通信其實很重要 然後那個音響處事其實也是需要做的 然後在你們的那個運動就有一個偉大哥 把50個朋友一起拉進來去管理 大概那個通信設備那個音響效果 那我們香港沒有一個那麼厲害的偉大哥 但我們有幾個中文大學的學生 也做了一個事情是幫助通信的 他們幫助通信的方法就是讓大家手機永遠都可以有電 那他們其實做得很簡單 就是在戰中開始第五天 他們發現了一個問題 然後就到我們中國的淘寶 買了兩部小型的充電機 可以為80部手機同時充電 所以每天他們就是不停地去做這個事情 然後也有一些朋友很相信他們 連最新的iPhone 6也願意交給他們 但是最後也沒有不見 對 OK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們覺得 台灣你們這個LED的主任非常的有參與 然後香港那邊我們有一個戰中的打氣機 那這個事情其實是香港一群媒體的藝術家 他們嘗試利用一個流動科技的力量 然後讓大家即便不去中房 我們不去亂找 在家裡還是可以為大家去加油 給一些信息 譬如他們只需要在那個網頁裡面 把他們的加油打氣的信息打進去 然後我們就會在現場 用那個頭寫式把那個信息發出來 然後我們很開心的是 那個信息其中有最多來自的國家就是台灣 所以很謝謝大家志祺 然後另外就是在英國、加拿大、美國 甚至是中國也是有人來支持我們這個活動 那當中前面是一些通信的應用了 那對我們的群體 Cool for Hong Kong內部的一些通信 其實我們跟民主政府就基本上一樣 都是那種HAPP Lumio就是一個投票的原體 然後Telegram、Github還有一些ILC 然後我們其實唯一有一點點不同的 其實也不是不同 因為Git也是ILC的其中一種 那當中應用的最厲害的就是 你們有這個G0V的DOTODAY 所以它把所有的寄訊 無論是地圖、物資、最新的消息、直播 都是放在一個平台上面 所以後來其實我們參考了這個做法 我們做了一個TODAY.COVID.HK出來 所以就是通常每一天我們都有三個據點 萬角、金鐘、後來有銅鑼灣 所以大家就可以在裡面可以找到很多信息 就是政府的警察在哪一個點會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怎麼調配每一個地點的人手這樣子 還有就是如果大家需要物資一些食物啊 或者一些雨傘啊 也可以在下面請求 然後就會有一些有心人去幫忙 對 然後在剛剛說的那個TODAY.COVID.HK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信息 但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把寄訊講話 然後我們其中一個參考台灣的做法 就是你們有一個Data Visualization 把符貌的所有東西都很簡單地顯示出來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926重奪公民廣場的一個實踐表 那因為主要原因是其實香港的人 就一直也不是對政治很留意很關心 你要他們去看很多很多的寄訊 然後了解整個事情的發展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我們就希望用一個Budshot的東西 用圖片很容易閱讀的方式來顯示出來 讓他們更容易了解 那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也是太陽花運動 他們讓家旅的人可以體驗徐帝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有一個開發者也是利用了幾天的時間 在我們上個萬角、金鐘、中狂等等幾個地方 拍了很多的照片 讓大家在家裡可以感受到 那後面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因為那個占領運動 我們就佔據了他們一些道路嘛 然後有很多的店鋪都開始說 他們沒有生意了 快要倒閉 那所以我們就有一些開發者出來 就做了這個良性唱小店的一個APP出來 主要就是希望在這些占領區的小店幫他們雙船 不要讓他們因為占領運動而受損 而是因為這個運動 令更多的客人去他們的店裡面 對 那之後我會交給Ken去給大家做一點demo 然後再繼續後面的 好 現在聽 好 現在聽 過來的時候 我就先說一說 就是到現在可能 剛才都聽到就是很多都是 關於那個我們做了很多 比如說那個APP什麼什麼的 然後其實剛才說到那個良性唱小店 其實我們還是有跑到街上去 因為有時候其實他們也不會看那個APP 然後我們就找一個類似團購的東西 然後就說有沒有人 比如說在金鐘還有在中華 然後你有什麼想要買的東西 我們可以團購 我們今天就比如說要一個熱咖啡 從什麼店買過來 我們就買一個團購 然後就送過去那個占領區 然後就類似窄窄跑去家外面去 然後去賣那個東西 我們也不是收 只是收回他們本的那個價錢 但是就想要辦一下這個事情 繼續往下跑下去 對 好了 謝謝 好 然後這個 這個剛才就是剛才我們有看過的 那個 today.co for the Hong Kong 就是用了Head Folder的技術 也是因為這個其實令更多 很多不同 尤其是非技術圈的人 在香港的朋友 其實認識到我們 其實有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在之前 也有用過Head Folder 但是沒有這一次 雨上運動這麼多人 我們去瀏覽我們的Head Folder 然後可以看到 我們那個最大的 就是可能你們可能也會覺得跟你們的差不多 但是就會因為其實在可以講一些故事 就是在回覆這個的時候 因為我們一開始想說 本來可能就是技術問題 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就可能幾個 technical的人 就stand by在那邊 然後在家裡的時候 就看什麼事情要發生 但是最有趣的不是 就是那個要technical的問題要解決 可能太多的瀏覽量這樣子 而是它是就是 因為這個是一個開放的 給人家改變的文件 然後大家就會 有些人去亂改它 然後他們會有自己的想法去改它 然後我們就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碰到這樣子的環境 所以就會有一點困惑 要怎麼這樣走下去 但是發覺慢慢 就是大家還是有一個規律在 所以這個也實際上是 我們在做這個的時候發覺的一些東西 然後還可以給你們看一看其他的 這個就是剛才我說的那個 團購的東西 就是Umbrella Blue Group by 就可以大概一起團購一些東西 然後到那邊 然後我還想要demo一個的是 就是剛才都說了這個 因為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人都看過 因為我們後來也發覺就是 台灣民事政府也有用這個技術去做 好 那就是其實也如果沒有看過的話 就可以copy一下網址 然後在上面去看看 然後最後一個想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這一個 誒 對耶 好吧 那麼我們先不要demo我們去powerpoint吧 沒關系 我們待會如果有的話再繼續做好 然後剛才就是說那個宅宅要走出家裡 然後我也不敢說他們兩個是宅宅了 但是就剛好我們就是我們香港的宅宅都跑出來以後 就剛好有兩位台灣的朋友過來了 然後就跟我們做了一些sharing 然後一些交流 因為那一次就是剛好兩位朋友 可能大家也會有一些會比較熟悉 他們就是在台灣做data visualization的 然後他們過來就跟我們分享他們的一些經驗 然後我們有一些朋友也跟他們分享了 香港在做的一些project 然後什麼什麼的 然後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因為我覺得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好像太依靠 就是自己地方國家的力量去做一些改變 但是其實有些朋友他們可能就是因為很多事情發生了 比如說因為這一次雨上運動 我們可能更成熟了我們的技術 所以我們也可以過來分享一些我們的經驗 那這種經驗的分享我覺得是很好 因為這個不單是靠你自己國家或是地區 來過來做這個幫忙 所以我覺得這一種可能跑出來做一種分享 其實也就很好的學習的機會 然後當然也有就是還是回到家裡 然後去做一些Github上的一些collaboration 然後就可能一些projects啊 issue這樣子 就對這個就是我們在做一個 Headfolder mobile 就是待會會談到 就是Headfolder不是一直都是有那個website的版本嗎 我們後來就把它做成一個Android的版本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其實 因為大家其實在買很多不同的事情 然後就剛好有一個ease就 這位大哥然後就看到了 然後就給我們剪了一個ease 這樣子就是他是來自台灣的 然後而且也好像是一位主持人在今天 好像是今天的speaker來的 對對對 所以就覺得這個collaboration模式還蠻有趣 就是可能不只是你自己地方的人去contribute 去那個你本來有的東西 然後這個就是Headfolder mobile Android的一些cap screen 然後其實功能上其實跟在網站上不一樣 也是一樣啦 就只是在mobile上而已 但大家也可以回去GitHubfork一下 然後去contribute 或者是下載來玩一玩也可以 然後最後啦 在可能以後那個Q&A之前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計畫想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實在之前我們都一直有很多就是朋友過來分享 然後我在這邊其實已經待了三個多月 然後我一直跟台灣的朋友可能參加一些conference 一些workshop還有其他的活動 其實跟很多朋友都有交流到 就是其實我覺得這種交流的機會 會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東西 因為其實本來我可能過來這邊旅遊的話 我可能去吃個東西 去爬個山 然後可能去逛個景點 然後去一下故宮 然後就沒了 然後我回去以後 我記得的可能只有 故宮很漂亮很大 然後那個肥群 好漂亮喔什麼什麼 很好吃那個東西 然後我判了五公斤回去 然後就結束了 對我真的判了五公斤以上 好那這個 這個不是重點了 不用笑 就是這些都是你回去以後可能會記得 但是可能我們在想就是 如果你現在要去香港的話 你又對那個公民社會 或者是那個open source 或者是我們的理念有認同的話 你們又想認識我們 其實我們就推出了這個計畫 就是Travel Record for Hong Kong 這個是什麼來的 就是你到香港之前 就是你讀 當然不要太晚了 我們也是要需要一點時間 然後你到香港之前 你就上去登記 就是誒 我想過來耶 那你就填一下很簡單 可能你是誰啊 你介紹一下自己吧 然後你的email是什麼 然後你想要過來 是想要做什麼東西 比如說你想要過來跟我們吃個飯 然後你想要過來交流一下你本來會的東西 或者是你想參加我的活動 或者是你想用我們作為一個平台 或者是一個窗口 去聯絡其他的一些 在公民社會上也有很活躍的一些團體 比如說Open Source Open Data Hong Kong Open Source Hong Kong 還有讀媒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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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不能數量太多了 對就很多很多你覺得你有想法的 你選過來然後跟我們交流也可以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們想要做一個試一試 這個窗口會不會 就是你們來香港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交流更多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可能只有半個小時的話 我們也沒有辦法交流太多 但是以後你到香港 可能你來五天有一天想要做這個事情 也可以試試看可不可以 然後那個Link的話 我們因為現在那個還在Google Form 然後我們待會就 應該這一陣子就會放到那個Facebook 我們的FanPage 可以Like一下我們的FanPage 順便算全一下 對也可以順便在我們的FanPage 還有那個Public Group 因為我們現在的是Public Group 就是那個合作就是 比如說我們想要幫忙的都在那個Public Group裡面 也可以進來然後一起參加 對也跳一下香港的坑也可以 對雖然有點遠 但是那個網路世界是沒有距離之分的 所以可以跳過來沒關係 也是一樣可以合作的 所以想要說剛才那些Project也不應放贏 對 然後應該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想要問一下 大家有問題嗎 好 好很感謝 如果因為兩個禮拜前去香港 如果知道你們有那個Trible for Hong Kong的話 我就直接在那邊聯絡 因為其實我去香港以前曾經透過 我們那個卧槽的朋友 有跟你們的人聯繫 因為那時候去金鐘啊 旺角那些現場想說去找你們 因為很有趣的一個計畫 那時候那邊給我回覆是說 我們其實大部分人都不在現場 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做後勤作業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我們講說鍵盤革命 一個非常跟過去的生態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我有一個針對你們剛剛的presentation 一個簡單的問題 因為你有講到說你們的那個網頁 因為其實是一個開放讓大家編輯 所以其實可能會有些人來來搗亂或幹嘛的 那當然我想另外一個是說 因為也讓大家提供 因為當時提供了很多什麼物資 或一些現場狀況的資訊 所以怎麼樣去面對說 有些人如果他是惡意來導彈 或者是資訊有錯誤的話 那你們怎麼處理 謝謝 那那個時候其實 因為我那個時候還就是負責這一塊 所以我可以回答 因為那個時候真的很崩潰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是半夜 然後十二點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有三個佳領區 然後還有一個尖沙咀 就是一個新的地方想要開 就是有些人想要過去開這個佳領區 但是就大家在爭 有一些爭議性那個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在那個 spreadsheet上面 就可能有三個column 然後一個就是金鐘 一個是cosplay 一個是旺角這樣子 然後上面就寫 他們要的是什麼物資 然後就突然開了一個尖沙咀 有人開了 開了以後呢 然後他就寫要什麼物資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過了五分鐘之後 那個名單全部給人家刪了 然後就變成紅色 就跟他說不要再開尖沙咀這個點了 什麼什麼我要堅守什麼什麼 就變成一個在罵贓的場地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就傻眼了 然後想說怎麼辦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採取的策略是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找回那個Vivision History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因為是在Google spreadsheet上面 所以有那個就是修改的歷史 可以追溯回來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是第一時間 就是找回來第一個 還沒有變化 變到那麼恐怖之前的狀態 然後第二個事情要做的 就是聯絡一下 就是還是需要就是在上面打一打 就是因為他們還是會在那個 Chat room還有什麼跟你說什麼的 然後你就在上面跟他們說 這個是什麼什麼 然後就是可能有一些規矩要均守這樣子 然後過了一陣子 他們就有一些人會沒有那個 因為大家都會開始知道 要back up這個東西 然後可能有人改了 惡意修改了以後 有一些正義的朋友就會跑出來 然後說我要請成就地球 然後就把它改掉這樣子 當然他不會說請就地球 他應該是新做的OS而已 然後他就會把它改回來 然後改回來 所以你就一直看到那個螢幕 一直變來變去就變來變去 然後我們要做的是 第一個就是我們也要自己做back up了 然後我們就是第一個就是先做back up 第二個就是嘗試一下 就是看那個那個物質去就是有沒有 因為其實還是有一些 譬如說學聯 然後其他一些比較 我不能說是官方的團體 但是有一些比較大的團體在裡面 然後所以我們也會跟他們有聯繫 看就是那邊是那個狀況是真的還是假的 尤其是如果看到一些很離譜 比如說他說他要50個就是bikini這樣子 然後你就知道這個不是不可能的嗎 所以你就不會讓他進去這樣子 對 不好意思我想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這個問題我們在台灣也有碰到過 那這個在3月24號的時候 不只是在街上相當的黑暗 我們在網路上那個GNV Dark Today的前身 就是當晨曦照亮民族 我們也曾經一片黑暗過 而且並不是像是這個revert history之後就能夠解決 因為我還有錄下一段影片 那個當時是用城市攻擊 是城市進來刪除 所以你revert back之後 它直接又再把你刪除 那到時候 當時我們做的一種做法是 遷都 我們把可以共同編輯的這個部分給移走 本來是放在Ezekiel 然後是所有人都有權限 那到最後是變成說 只有一小部分真正需要的人 你有需要 我認識你是誰 我把你加進來 所以有做這樣一個調整 好 那現場觀眾還有哪一位有 對這個時段有問題的 好 因為我們還有幾分鐘時間 到這個3點10分 那不然我們如果沒有 針對這個Cofo Hong Kong 其實非常難得 要不然我們到時候還要飛到香港跟他們交流 那或者是在線上交流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對前面兩位講者 剛剛有沒有問完的問題 我們現在兩位講者也在這邊 是不是也是可以繼續再來問一下 比如說剛剛有對DDIO有問題的 可能還沒有問完 是不是要在現在問呢 好 那 我可以再補充一個 就是這個 這個是news difference 就是台灣本來是台灣的東西 就是Ronnie寫的 然後他是寫的就是說 要做一個就是可能最說 就是因為他們經常改新聞 然後就看改的新聞 就是改了什麼東西 然後一起去做一些tracking 然後香港人 因為我想說這個例子是想說 就是如果是中台還有其他國家 都有就是一些比較活躍的合作 不知道會有什麼反應會出來 就是那個時候就在我們的Facebook group 就有人問了 想要說 我們想要做一個news difference的東西 然後想要怎麼怎麼做 然後大家都開始一二列討論 然後突然間就有人 我記得好像是村長吧 村長就說 我們Ronnie做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就看到 好耶 我們就把這個就改過 然後嘗試把它改成我們現在的樣子 就變成是香港的版本 當然這個還沒有咖啡 因為還有一些Bird在裡面 還沒有go live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剛才還有跟Ronnie談到就是 其實做這一種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新聞都是互相這樣子扣過來的 比如說台灣的轉載香港 香港轉載其他地方這樣子 然後這些新聞其實 如果我們知道譬如說台灣出了一篇新聞 然後在香港它轉 第一個時間它轉載了 但是轉載以後它改了東西的話 其實那個如果我們有一個就是collaboration起來 然後做一些cross tracking的話 其實那個會看到就是那個新聞在某一個地區 會不會被受壓逼的樣子 當然這個當然需要很多討論 因為這個還很初步的想法 但我覺得這個是提供一個方向給大家去想一下 究竟如果就是多過一個地區做一個 尤其是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裡面 多過一個地區做這個東西都會有什麼化學反應出來 對 好 好 這位先生 我想請問一下 今天今年稍早六七月的時候 暫中公投的時候 遭到很多黑客的攻擊 從那次你們有學到什麼經驗 那之後有怎麼樣的因應 是 我們那個時候很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我們也是很新的團隊 因為沒有很多人就是知道我們說實在話 但是我們也很不幸運的受到攻擊吧 然後就有一個大陸的 然後寫了一個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大陸了 對不起 然後有一個不知道什麼地方的人寫了一個APP出來 然後就說那個APP叫Code for Hong Kong 這樣講 他用了我們的那個logo 然後就做了這個 其實那個是做一些把你的信息放回去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我們就說 我們發生這個事情了怎麼辦 然後大家就開始討論 然後就說應不應該把這個變成close 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們學到第一個東西就是 要把我們的community永遠保持open 因為這個是令所有這些黑暗的東西 會在太陽底下消失的方法 因為也有一個黑暗的東西出來 因為那個是open community 所以所有討論都是公開的 你也可以查得到 所以如果任何人想要用這個東西的話 他如果查不到history 他就知道這個是假的 這個是第一點 而且第二點就是有這個事情出來以後 然後我們就會去做一些陳稱 就是我們第一個我們自己 我會做就是這個不是我們 我們做了一個report去針對那個APP 做了一個report 就是說這個其實是有什麼什麼東西在裡面的 然後我們再跟就是 比如說就是一些比較活躍的團體 比如說學良這樣子 然後再跟他們說 其實這個不是我們的是假的你不要用 然後叫他們去告訴他們的朋友這樣子 因為他們不會容易我們這一個圈子的事物 我們不會告訴他們的話 但是因為有那個connection 然後就更是告訴他們 然後他們就會小心一點 尤其是對一種他們沒有碰到的危險的話 這個是我們學到的東西 好今天非常感謝各位來參與這個主題的活動 我想我們接下來就休息了40分鐘的時間呢 各位還是可以跟這個時段 這個主題裡面的每個時段的講者進行交流 那我們再次感謝香港來的Tim and Ken You have our best wishes 最後一句就是我們其實帶人一個Code for Hong Kong 過來 然後大概如果碰到我們還是 因為帶的不多了 就碰到想要的話就可以過來來一個 對就這樣 謝謝 然後下一個時段呢是閃電秀 我們將會在3點50分的時候 在R0國際會議廳開始舉辦 The next session lightning talks will be hel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room after the 40-minute break